美国职业篮球赛首席得分王换人了 他就是洛杉矶湖人球星詹姆斯 是的 詹姆斯已经超越湖人民宿贾巴尔一直保持在38387分 成功以38388分成为NBA最新的分王 是的 在星期三的对垒中 湖人队主场迎战雷霆队 詹姆斯先在第一节拿下8分 第二节再砍下12分 第三节前几分钟连得8分 倒计时结束比赛时再来一个后仰跳投球 砍下36分成为NBA史上得分最多的球员 确定詹姆斯打破记录之后 比赛更特地暂停为詹姆斯举行庆祝仪式 贾巴尔也献上祝贺 虽然詹姆斯后来再多拿2分 但是湖人队最终还是在这场比赛中 以130比133输给雷霆队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